北京时间12月25日 全红禅省队教练何威夷接受了最新的采访 这位全红禅的恩师对于全红禅又有新的评价 而他现在已经开始培养新的全红禅了 作为全红禅的恩师 何威夷是最懂全红禅的 那么奥运会至今 全红禅发生了哪些变化 何威夷表示 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有不小改善 比过去更善于和别人沟通了 他的社交能力非常强 这与他性格外向也有关系 可见 这是何威夷在全红禅身上看到的最大变化 全红禅目前已经越来越成熟 虽然只有14岁 但梦幻班的2021年对他的提升也是巨大的 全红禅在多个场合证明了自己有着社交牛逼症 在哪里都是焦点与对宠 当然 何威夷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继续培养人才 新的全红禅又已经在路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香港与广东合作培养跳水人才 何威夷还表示 香港跳水项目到目前没有特别大的突破 主要是香港目前还难以做到 像是内地这样从小培养 每天坚持六七个小时的训练 但是 何威夷自信表示 广东和香港的管理教练运动员人才 若能同步协调 最后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好 可见 何威夷对于培养出新的全红禅 还是很有信心的 无论是广东还是香港 只要有好苗子 交给何威夷应该是没有错的 在全红禅身上 我们已经看到了何威夷的执教能力 与看到了何教练低调的性格 作为大功臣 但并不抢戏 而且全红禅被他带得彬彬有礼 如此让人喜欢 弟子谢思义更是年度跳水最佳运动员 何威夷也表示 自己不是什么网红教练 那么 期待做实事的何教练 未来培养出新的跳水人才 感谢观看